陈志远12岁爱女出道!超稳重台风打败三千人成日本女子千团师妹! 台湾前球星陈志远外形帅气,球技精湛,曾被球迷们封为黄金战士,更出过性感写真,不过在被爆出架球案后名气一落千丈,离开球队后,和结婚多年的老婆秀琴,偶尔上节目通告赚钱,两人育有一个宝贝女儿,现在传出她也要进入演艺圈了。 陈志远和秀琴的女儿陈琳,常常和爸妈在领书上的合照现身,今年12岁的她看起来就是个天真可爱的小朋友,不过日前秀琴曾在节目上爆料,年纪小小的她,其实很喜欢化妆,有一次甚至因为玩妆模样太超灵,让她完全认不出来。 陈琴虽然才12岁,不过身高已经超越妈妈,长到156公分,加上去年曾在花莲的夏恋嘉年华,和舞团一起表演,可爱外星和精湛舞技,得到不少粉丝的好评。 她也报名了日本女子片团AKB48的姊妹团TP148的归选,结果昨天终于出炉。 图片来源,联合新闻网 据苹果日报报道,TP148在台湾争选的消息传开后,去年就有3000人报名,最后筛选72人进入最后审查。 历史一年多,终于在昨天选出46名女孩,陈琴也是其中一员,评级5G和外星深获大家喜爱。 图片来源,苹果日报 昨天的最终审查结果发表会,AKB48的总制作人邱元康也特地来台湾,恭喜最终成员获选。 而陈琴也表示,感谢爸妈对她的支持,希望之后可以把歌唱好,把舞跳好,不过她表示自己功课不是很好,但会认真经过表演和学业。 消息传出后,有不少网友纷纷恭喜她,真是太优秀了,好可爱,倒就相信乃可以,一定会成功的。 不过也有网友酸言酸语,表示,还不是靠爸,妈。但却被其他网友打脸,她爸妈又没在日本发展,只会自己酸,不然乃去比看看,相当支持她。 哎呀才11岁就当上偶像女团的师妹了,真是太强了啦。